體重大概掉到35公斤 就是站上體重肌是會害怕的 很怕它 就是怕它增加 是怕它不要再減少 是比如說我跳舞 會很容易重心步 然後 繃起來 我就說 我要倒了 一連串很多的挫折 挫折打擊下來 我就是沒有扛住 最後就是暴瘦了12公斤 那時候最低最低 體重大概掉到35公斤 就是站上體重肌是會害怕的 很怕它 不是怕它增加 是怕它不要再減少了 可能因為那時候 我剛剛 我正在拍我的第一本寫真 對 那我那本大概拍了一年 那可能中間有遇到很多的 很多的難關 加上可能自己 給自己還沒有調適過來 還有其他 很多原因 打擊 導致 我也自己下刀 瞬間就掉了12公斤 比較 比較 有感的是 比如說我跳舞 會很容易重心步 然後 風吹來 我就覺得 我要倒了 像那個我們秋槍有升降台 我真的一度差點摔下來之後 我那陣子都不敢站上去 我就讓隊員站 不要一直在那麼糟的狀態之下 那 那時候年底的時候 第一 那本寫真就也順利的發行了 所以 等於說我的 心中大石頭也放下了 然後一切都 完好的發展 所以 我那時候 就有慢慢在回覆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都不敢 我那時候 就不敢